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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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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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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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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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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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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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愿者 中文字 正是 中文字幕志 大家都 咱绝对 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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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统一一个吧 听谁的 听你的吧 听我的吧 李温玲吧 李温玲 好 到底是不是啊 这样 请三号房间的嘉宾准备一下 您看看啊 我们马上出来一段小片里边 这些人有没有可能谁会来 来 请看大屏幕 马丁吴老师呢 是我表演上的启蒙老师 我在17岁的时候 跟他一起拍摄了电影《叛国者》 他的表演真的是太精彩了 而且马老师很帅啊 真的 小时候觉得 真是偶像型的演员 我的恩师李然老师呢 正好是马丁吴老师的太太 因为我们都是 从全国各地去的孩子嘛 当时呢 都不太喜欢北京的饭 我们最愿意就等到 星期六星期天到马老家 吃他做的酸菜白肉 还有那个新疆的那个首发饭 所以真的是在四年 应该说在马丁吴老师家 混吃混喝 真的就像一家人 老爹好 大家伙一定特别奇怪 说我怎么管马老师叫老爹呢 其实啊 这是我们八七班的人 马老师的爱诚 大伙都喊着吧 现在时间呢 已经也过去将近 二多年了 也很想念马老师 非常的敬重马老师 也非常的爱马老师 最重要的我们现在还是要祝马老师 你们才是真正的得意双心的艺术家 教育家 是有功之称 高娃在这里向你们致情 太棒了 希望你们健康长寿 看着我好感动啊 好感动啊 真的好感动啊 尤其是张子健说 您那一大早去给他买东西 我相信作为老师 您这几十年 可能做了无数次这样的事情 但是每一个学生都记住你们了 最后高娃老师说这话特别对 他说 高娃老师在我们心中 就是表演艺术方面 我认为啊 是非常非常棒的这个艺术家了 但是他说 要向你们致敬 哎呦 真的真的太感动了 哎呦 真是太好了 这里边 你估计谁会来呢 孔林大概是 所以三号嘉宾 孔林好久没见了 三号房间到底是谁 谁啊 到底不知道 谁啊 孔林吧 孔林 你又不说李文玲了 他就可知灵赚了 27年了 残之一会间 好 那接下来 三号房间嘉宾到底是谁 让我们掌声有请 来 五 四 三 二 一 答错了 这位为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著名演员 曹翠芬老师 欢迎你 曹老师 好 曹翠芬曾经在 《大红灯笼高高挂》中 和马金武老师 有过精彩对手戏 他也曾经出演过 多部电影电视剧 他今天 就会为我们讲述 一个不一样的马金武 曹老师 您好 马老师 二太太 我的二太太来了 这样啊 我们先给我们现场 这些年轻的观众 普及一下 想当年呢 那部片子呢 让大家 记忆深刻啊 就是大家刚才说的 这个《大红灯笼高高挂》 这里边呢 这个故事呢 简单说一下 可能很多年轻孩子 都不知道了 90后 就是 老爷 家里边有四房太太 大太太 是一个中规中矩的人 感觉啊 又没孩子 二太太 曹老师演的 是吧 对 三太太呢 是一个 要唱戏的吧 我记得 和赛飞演的 和赛飞演的 四太太呢 是巩俐演的 我们来看一下 当时这个片段啊 老爷 我还想再给你什么儿子呢 嗯 怎么样 收担点了吧 好多了 二姐 二姐 手再轻点 对 就这样 怎么样 看到这一段 好多年了吧 好多年了 那个心里头恨 表面上不能流露的那感觉 90年 10年 10年 20多年了 27年了 这多好啊 这戏演的 关键当时你给马老师按我看来手法很娴熟啊 就是现学现卖 嗯 当时我们拍的时候 11月份了 很冷了 嗯 就穿那个小锅 就一层那个绸子的 里面什么也穿不了 在乔家 乔家大院 当时那个手 我本来手就爱凉 当时那手动了 我自己没感觉 嗯 马老师一说 实拍了 副导演呢 当时坐了一下 他男的 他那手暖和的 嗯 马老师真挺舒服的 到了说实拍的时候 一个冰凉的手 实拍的时候 我自己不知道呀 拍完以后 马老师说 哎呦 你的手 十根冰棍在我 后背上 马 对 曹老师 从哪部戏 您开始觉得自己 角色就越来越多了 我哪部戏 我也没觉得 如鱼得水过 哪部戏 我都 都挺忐忑的 上海一家人 要让你说忐忑 会是什么忐忑呢 上海一家人 是太忐忑了 嗯 怎么个谈法 因为剧本 事先没看过 急 接得急 急茬的 头天我还逛街呢 回到家 我爱人跟你 跟我说 给你 找了个活啊 你明天就到上海去 嗯 我都愣了 他觉得我是上海人 嗯 应该回老家 拍一部戏 他就答应了 嗯 所以第二天 我就跟着制片主任 到上海 到了上海 就拿着一摞剧本 第三天 就给我一天时间 看剧本 嗯 到第四天 就 就失装了 就进棚了 摄影组成立大会 我跟导演说 我说我来不及 你让我把剧本看完了 再拍 导演说 那你先看头八集 头八集带着孩子 一块一块演的 作为一个演员 这部戏 我不甘心 只看前八集 我就第二天上战场 结果我爱人的打电话 把电话打过来了 我说了几句话 我立刻就说 我说 我没有时间跟你说话 我得去看剧本 以后再说 他说 好好好 就把电话挂了 挂了回到房间里以后 我特委屈 嗯 不知道是什么感觉 他眼泪就下来了 一下又觉得 不行 我没有时间 把眼泪一擦 接着看时间 不都没时间 嗯 接着看剧本 就这么 第二天就开始干了 但是那部戏 播得非常好啊 那对 那几乎是那个 万人空巷 这部戏拍到了一半 快结束的时候 我在摄制组 他们一个摄影说 哎 张艺某又拍了一部戏 他们聊天 然后 他们说是什么戏 说是大红灯笼 高歌挂 我才缓过神了 我现在觉得 我也是那部戏的 嗯 哦 你都不知道 我都 我就是当时 那个注意力 都在这部戏上 去年拍的戏 我淡化了 哦 别人提起了 我在这 你都想不起来 我都忘掉了 就是想着 我得把这个角色的 就是我的任务 我发现了 你这绝对不能一心二用 对对对对 我不能一心二用 你说我在这部戏演着 我还要跨着那部戏 你别着急 我这就不干这事 但是当时拍的时候 马老师一直说啊 就您得给说说 马老师一直说呢 拍的时候拍她脸了 但是剪的时候 给剪掉了 是这样吗 剪的时候剪没脸了 拍的时候 近景特写中景都拍了 嗯 最后都剪掉了 你有印象吗 他就是为了让这个人物 我也是最后 看完成片以后 才知道这个结果 后来我就听说 这导演的处理 嗯 为了让这个人物神秘化 剪掉了 但是好多人都不知道 是你演的 实际上他们 快结束的时候 马金虎跟我说 说张艺谋 我把那个 他那近景特写都不要了 说要把这人物神秘化 后来我说 你让张艺谋接电话 我说你那个 从观众的角度考虑 我说观众最后要知道 这老爷长什么样 对呀 我说你哪怕 最末给一个 让观众看见呢 这道理也没有啊 没有 导演 咱们得作为演员 我们一向都是这样的 是吧 演员 当然最末要服从 导演的这个设计了 这个张艺谋是想法比较多 当然他 张艺谋对艺术的那种 钻研精神是 非常认真的 他也不会因为说 我说这么一个句话 人家就说 最末把马金虎亮一下像 也没亮 有话好好说 他就拿着那个摄影机 一直晃着拍完 其实后来 好多观众都问 说那老爷长什么样 干嘛不让我们看 现在让你们看一下 就长这样的啊 今天我觉得特别开心啊 您的老朋友 还有您的学生啊 都来到了现场 马老师今天开心吗 开心 我也特别希望呢 电视机前的观众啊 能够更多的了解 这些老艺术家 他们真是不容易 这一辈子 希望马老师 让阮阮老师 能够永远的幸福 今天跟曹老师又碰上了 我们要加强联系啊 也要永远幸福 好不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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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收看 你看 谁来了 他是王牌喜剧人 我是心脏 是西藏 你今天惨了 一个也没说到 他在影视圈拥有一众好友 我第一次走上春晚的郭东霖老师 郭达老师 马东贤弟 而今天纵横春晚二十载的 布老孝将郭东霖如约而至 更有小皮女王杨磊 鼎力相助 自爆最新动向震惊全场 三位喜剧大咖 首次同台 又会点燃哪些春晚记忆 回家这个作品 我一看本子 一共俩人 有声音说话 我演完以后 打车的时候 就被司机推出来了 春晚的舞台上 看到杨磊姐姐的时候 那都是春晚的初期 终极超强神秘嘉宾惊喜出场 将怎样与老友们互道忠诚 张芳 你干什么呢你 你干什么给大哥这样 你要越来越好啊 看着你这么好 我真高兴 特别幸福 有这么一个亲人 一定不要忘记 别人对咱们的好 更多精彩内容 敬请收看下期 你看谁来了